黄立环 登山 黄立环 选委会门前一片子嗨都在等杨立环出现 支持者站满左右两侧 比起陈学胜登记参选时 气势有过之而无不及 立环 登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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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支持者簇拥下杨立环踏上 选委会阶梯登记参选 对国民党提名人陈学胜来说 这是一条不归路正式宣告分道扬镳 原则上我已经登记了 所以我祝福国民党所有的候选人 登记了就是登记了 我不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人 那我想我们就国民党 就从此跟他再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会打自己的仗 杨立环选到底意志坚定 来赢高层 最后关头力挽狂澜 温情喊话 电话连环扣都没用 从主席到地方的政坛人士朋友 都多方的跟杨立环接触 但是他一直拒绝沟通 辜负了国民党长期以来对他的栽培 我们觉得非常的遗憾跟痛心 没有接触到啦 有一位是直接到我服务处来的 那就是那个吴敦义夫人 提名的候选人都只是在媒体上放话啦 就要我回归这样子 洪荒之力难以挽回 来选情雪上加霜 势必瓜分泛蓝票源 对此杨立环不忘给陈学胜一记回马枪 这个不会瓜分啦 因为他自己的票都不够啦 怎么瓜 宇兰军正式分手后 强调跟国民党上下关系仍旧很好 和陈学胜互别苗头 泛蓝分裂对手 郑文燦民调又持续领先 再也在多头马车之下 这一仗要胜选恐怕得再加把劲 回于新闻层面张远春桃源报道